老师波士顿学院好难申请啊 可以透露下BC的申请秘籍吗 申请秘籍有几个 别是这样 在中国有说法就知道文人相亲 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都觉得是最好的 但每个学校都很好的 其他每个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背景 对 我们的本科教育比他们好 我们的本科教育在美国排名第七 全美排名第七 他们没有 他们在我们后边 也当他们的科研呐 endowment是很雄厚的 几百亿 根本比我们高很多了 但我说本科教育他们是比我们好的 所以这个我们很自豪的 杜克 康奈尔 还有圣母大学 都什么假想的 我们要超越他们 本来他们达的这几个学校都是很好的 都是基本上是平起平住的 但因为他们这个endowment 他们的资金比我们更多 所以我们科研比我们更强吧 所以排名比我们高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他们打败 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endowment之后 我们也是跟他们平起平住 甚至超过他们 我们希望十年之后超过圣母 超过这些大学 但这是一个计划 很理想吧 这个人家也在发展 人家在进步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展和进步 他选BC的 我们我们其实在30之类之前 只是前两年这个排名机构 他把这个ranking 这个一些数据 就是说哪一个学校 他得到的联邦政府贷款 更多的那个学校 这个比例 只要5% 南部学校都是很多智慧的 精英的孩子们 所以就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贷款 那那个是5%的比重 所以我们需要就吃贵 南部学校也在30位之内 30或30一些左右的 那所以说 我们需要这么漂亮的校园 哪在马州是最漂亮的校园 这个B有没有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 离这个波斯 也不是很远 这附近很多好吃的 所以BC没有 B有没有真正的校园 都在这个路上 这个几个建筑 我们的校园 如丝如画的 非常非常美丽 像童话词一样的 我们的建筑都是 鸽头式的建筑 所以就光是从这个层面来选 BC都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那个叙述 也比他们好多了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需要的本科中国学生 不到400名 本科中国学生不到400名 4年啊 那BO拿好几千 你说哪个会更重视 学生的全面发展 或教育 和整个人的这种 综合数字对吧 那是我们学校了 一个师生比例 1比12和1比84的 哪差太远了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 我们自己看到学校 他本身的综合人力 和综合数字 去发展 金融 会计 最赚钱的 我觉得还是要 康庆啊 会计啊 财务啊 营销啊 之类的 大宗传媒 还有 计算机 数学 经济 在美国都是要很好找工作的 你这些年 因为美国的签证和政治的因素吧 他可能减少对这个国际学生这种签证的收缩 那有些大公司或公司 他本来之前都是大肆的 招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学生的 但是因为这个政策的清洗之后 不给你签证 或者给你收缩比例之后 所以中国学生在找这个工作的时候 就相对来说难度大了很多 这些说为什么好多时候中国学生 我也跟他们说 你们不只要留在美国工作 你要看整个世界的发展 甚至回到国内工作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国内工作也是很好的 贝尔一直说留在美国是最好的 哪里有这个平等 哪里有机会去哪里发展 我们的哲学很受学生的欢迎 我们的英文受学生欢迎 我们的国际关系很受学生欢迎 还有历史都受学生欢迎 这些专业吧 但是中国学生可能 比较倾向于经济数学 或者说金融会计营销管理之类的 因为这也是对于找工作 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但是很多人文的专业 我们需要是非常棒 还有教育专业 人类发展和心灵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中国学生稍微比较少一点 这种比例 很多中国学生他们来BC之后 看到说有这个对神学宗教 搜集的一些两门课的要求 都有点害怕 但是现在他这个神学宗教学 他都是比较人文化 他不是说纯粹讲宗教的思想 什么圣经的神学 他是把人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通过一个这样一个主题或题材 抵生到这个社会的各种层面 不是讲那种信仰方面的东西 所以这是 他是一个学科 因为学问能处研究的 而不是一个信仰处研究 所以我这个中国学生不用害怕 你不要当这个神话故事来学 或者来听也没关系的 因为在欧洲 美国读书吧 你他整个历史都是在这个 神学的学科上建立的 所以去了解这种学科 你不需要信他的 你去了解到文化 当历史 当艺术 当人物的学科来去了解 去贪数 那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是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你会问当时 为什么这个作家 这个艺术家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这个想法 这样一种思想 而且影响整个世界的潮流 那有没有见 看那个佛罗伦斯 米兰这些地区 影响整个世界的时装 时潮对吧 他和当地的这个神学思想 都很有相关的 他融会了世界上 所有著名的 大的艺术家 哲学家 神学家 来探讨到社会问题 艺术问题 人文问题 对吧 还有科学家 所以他并不矛盾 所以我想 中国还是在美国之后 如果他有兴趣 了解这种学科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还真的会让你的眼光很广 你世界观很广 所以也是挺好的一个学问 我觉得最多的一个 就是我们学生 有活动每个周末 我们要到附近 一个我们学校 另外一个校区 会活动中心 去进行一些这个 半天后一天的讲座 那种探讨 帮助你去反省 你是谁 你的梦想 你的理想 你的未来 你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你如何让别人生活都更好 合同学校是为数不够的学校 这种独特的 这种文化的 做一个普通的校园 那个各种活动 讲座 其他的 因为我们很注重学生 这个身心灵的发展 我们不只注重学生 把你自己上 一段出力把萃 这当然重要了 你有健庄的起魄 但是我们更需要你的心智上 你心灵上一种 一种逃成 一种熏陶 一种转换 你要分享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和他人的关系 和自己的关系 和团体的关系 你如果通过这样的关系当中 你去把自己的学术 你个人的心灵的这种方面 能够整合起来 所以这种周末的活动 非常非常流行的 尤其有一个活动需要排队 可能四年排不到一次 很流行的 因为他只有那么多时间 一个周末 你有很多群都要去做这种活动 你要先签字 排两年之后排到了 但是很重要 还有好多导师 帮助你 比如说 今天大家20个人 然后分享一下你自己 这段时间的个人感受 你的挑战 你的张力 你的处作 你遇到这种事情 怎么去处理 都是非常精英的导师 有精英的导师 帮助你慢慢的找到自己是谁 因为18岁20岁的孩子们 可能不一定都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我们大我们是谁 但是并不真的认识自己 他只能帮助你完全重新 理清你自己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 你的思想 有世界 他人家庭 包括团体的关系 真的会有很大帮助 不敢说是投胎换国 但是至少说 你有一种新的一种转化 这是我觉得是B是一个很多多的校园文化 就是一点遗憾 中国孩子们参加的比较少 我倒很希望他们去参加一次 真的他们很多参加过的真的觉得很帮助的 非常帮助 这是什么多多校园文化 到我的办公室来 随便哭 我算他们那个也是老师 也是长辈 也是大哥哥 也是叔叔 所以也是同名人 我非常能够感同 他们这种读书的压力 BC读书的压力很大的 因为要求学生很高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资源 帮助学生发展的 所以不要因为学校 学生压力很大和害怕 有好多这种资源 我们帮助学生发展 学术中心 还有各种中心 各种机构的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而且我们半个学期会 有一枚办公室会议制的 网上的评估 每个学生 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让老师 老师有种喜庆 告诉我们行政办公室 我们会给学生聊天 那什么问题 什么帮助你 那派谈的问题之后 我们给他评估之后 看如何再进行 下一步的学习之类的 所以这是在美国大学 很少见的这种 也算这些文化之类吧 我觉得我是美国 应该为数不多的 中国老师和行政人员 能够每天近距离 中国学生接触的 我觉得跟他们关系很好 我也刚才尽量写这个微信 定期写微信 一大堆一大堆微信 学术的提醒 生活的提醒 安全提醒 交往朋友提醒 和家里保持沟通 反正包如万象的 已经这是第六七个年头了 已经走了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这是当时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 发现说中国孩子过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很多挑战啊 很多日务压力 那我是中国的老师 为什么给他们多一些帮助呢 随着说是我们 我们还每周月饭 每一个礼拜五 在疫情之前 疫情的一年到现在还没开始 就每个礼拜五会 不同年节月饭 我会找一个资产基金会帮助我们 我们会定期中国餐 每个的教室里 几十个学生住在一起 跟那个交流的平台 就是他们在一起交往啦 想吃中国菜啦 想家啦 这把一个大人陪伴嘛 所以我跟他们关系挺好的 像家人一样的 也很干嘛 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对我 算是责任也好 或者是义工也好 或者是陪伴也好 我觉得 只要看他们很好成长 我就很开心了 这是真的 其实不只是Boston College 我觉得美国大学都是这样的 包括美国社会都是这样的 真的 美国这个社会怎么说 它是一面国家刚才我谈到了 所以很多时候 他可能也是分等级啊 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啊 或者说自己本身的一种兴趣啊 爱好之类的 所以他会分的 每个人团队啊 是分的很清楚的 其实都是 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吧 但我们希望他们更能够融入 包容一些来自于不同的文化 背景 经济 地位这些人 但很多时候 确实很难做到 每一个层面都达到自己的要求 就像一个高速的家 不可以找个穷人做朋友的 一个中等收入人 他可以找一个低速的家里做朋友的 可能有些会有这种比较好的做法 但是大部分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学校一直在强调这个公平啊 社会正义啊 包容啊 接纳啊 我们也在推动这样这个 这种运作吧 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原因吧 这个社会现状也是没有达到我们真正预期的效果 我们希望在未来 未来新年把这样的包容啊 这样的接纳 这样的真正的融入和欣赏 能够得到更好的这种效果 在五年前六年前 我们学校就开始做那个我们的战略发展 其中一个战略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希望和更多的外面的大区 别的国家的大区 更多交流啊 发展啊 沟通对话 BC之前都是很高冷那种啊 精英高冷 所以好不容易不知道 BC在美国时 它打得可谓特别特别高 你看它是一个排名这么高的学校 都没有还没有那个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 在美国排名高的学校 在BC之前的高的学校都是有工程学院和医学院 BC两个都没有排名这么高 它就真的靠审理啊 但是因为它这个基点在Boston 所以它之前就有很大的国际化 那五六年前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希望说有更多的一种机会吧 和别的国家啊 进行更多的项目交流啊 各种学术观展还有会议啊之类的 我们也在这种呃命筹当中 那之后这个疫情发展之后 然后我们就好多事情就开始减缓了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一年 我们继续向世界上各种的国家 各种地区啊 继续进行这种 学术的文化的教育的交流 呃我们也希望国内推动 和中国啊 高等教育界和学术学院的交流 希望这个梦想找得多到实现 除了标函成见之外 Boston College 我们更注重学生这种社会服务精神 呃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像是领导 我们像是领导他们将是改变世界 改变社会 他们有服务精神 有奉献精神 有牺牲精神 这些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领导来 引领世界的发展 让这个世界 我们社会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这时我们呃 BCE在招生的时候 我们比较看着这个学生 他似乎有这种服务的精神啊 会有服务的一些经验 他在学校高中时候 因为这种呃 volunteer 这种工作啊 或者之类的呃 我们也很看到这个学生 他们对这个学校理念的认同啊 我们希望的学生们 他们都能够认同学校理念 他的一个传承 他的传统 再把这种理念传承 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啊 进而进入社区 进入这个团队 进入这个世界 来帮助这个世界啊 成绩达人啊 奸赏天下 所以这样我们是在招生时候 比较凑重这几点的 呃 其实总体而言 就是美国所有的大学 他们其实对国际学生这种啊 学习啊 学习啊 找工作啊 他并没有真正 折旗的这种帮助啊 做个别大 给他们为了吸引国际学生说 你们俩这个学校念书 我们给你保证你 学习的机会 偶尔会保证你工作的机会 但这个是非常个案的 那呃 他所谓的对OPT啊 这种学生这种帮助啊 他只通过学校一些资源啊 network 说我们在那个校流啊 这个network啊 你去跟他们沟通交流 或者学校进行一些那个 招生或者招募的一种啊 这个平台 呃 然后需要给你进行一些培训 比如什么那个就业补导中心 他可能就 科班的这种培训 你怎么应聘啊 怎么面试啊 修改文书啊 你的简历之类 这种支持啊 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这个OPT 他是所有的国际学生 都可以得到的 不只BC而已 所以说 只要你毕业之后 在毕业之前三个月或两个月 你都可以升进OPT的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呃 但我们需要的商务学院 有很多这个network 很强的network 我们也希望说啊 帮助这些学生找到更好的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去找社系啊 找工作之类的 但是美国所有大学 他们是没有办法 呃 真的很具体的说 我们给你提供 提供一份工作 或者说我们这个机构 你来你来找 用那么多学生 哪对吧 他只能帮助你啊 那个培养 会帮助你进行一些 这个训练啊 锻炼 呃 他是没办法给你说 我提供工作机会的 但是OPT是每个学 都可以得到的啊 所以可能一些误解说 呃 BC这个OPT 什么没有支持啊 没有的 那个美国去那个申请 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工程学院的开始建立啊 我们希望可能在 你能之后呃 真正成的工程学院呃 当时因为在这个整个 世界的潮流发展当中 呃 我们的工程系 或工程学院 他不只是普通意义上那种啊 有机器啊 仪器啊 等等自己这种啊 工程 他更在一种以人文为主的工程 就是说这些未来工程师 他们需要识便要那个人文的数字 成为更好的工程师啊 更好的医生 更好的护士 更好的律师 所以我们这种工程呃 系和工程学院是以人本为主的 所以他在这个课程的开设方面 他不是纯粹工程的啊 都是工程系的课程 他也加了个人文的课程在里面啊 比如说伦理的啊 道德的和这个一些法律的东西在里面 他是把那种跨学科的支持 融合在工程人员的啊 工程师的培养方面去 所以未来这个工程师 他可能是比较兼备了所有各种 知识面的一个人 他不是纯粹工程师 我自这个仪器 这个工程这个东西 他是包含了很多的一个科学的 人文的 历史的 甚至政治的 经济的层面 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个层面来培养 为了一个工程师 那很多细节还在继续探讨当中 可能未来一年两年 可能会更加清楚些 对这是我们为了工程师 一个模型 BC办个party school 不算那么厉害 我觉得可能就偶尔去周末 比较那个 因为这个美国大学 都有这种情况 美国人家美国孩子们到周末以后 都是party party 这种 中国孩子们相对来说 比较拘谨 就比较少参与的美国part 他没说我喝酒啊 这也不好 因为二十一岁之下是不能喝酒的 在学校 这违背需要规矩 我尽量请中国学生 不要想要喝酒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是在国内中国学生 参加他们一些聚会 好的聚会 但是一定要需要自我保护 如果他们在喝酒会怎么样 就不能去的 那如果在party的时候 如果一大群人在一起 如果别的 尤其女生 听他们说 如果别人提给你什么 饮料喝啊 恰不要喝 而且你要去party 去那种聚会 了解美国所有的文化 也是要几个人在一起 一个人不能单独一个人去的 所以我刚刚提醒很多是这种 个人的安全和保护很重要 所以中国学生 有时候就要看这个具体情况 也不是完全不参与 也不是说 我要去尝试一下这问题 所以我刚刚说 我学会分辨 哪些是该住 哪些不该住的 也不要说 我是个私有 他们后就要我去喝一口 我不去 不好意思 得罪人家 面子过不去 我就弄了了 这不行的 你就要自己这个担当 这不能喝就不能喝 因为如果喝了这个 这个手管发现之后 你自己吃喝 对吧 那你修会怎么办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学生在参与正常的 这个所谓的聚会 party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去修会 成功如何保护自己 而不人家都去住 人家去住 美国人他们写大妈的 还写多的 你也不能去学 对吧 所以中国讯会 刚刚提醒说 你们一定要做好 自我保护 自我防范 而不是好奇 看美国人怎么样 他们不一样的文化 我们是 见显思起 见不显人类自行 我觉得老祖中的话 在国际国外 都是可以运用的 所以在这边 不需要把美国的文化 party的文化 当成一个好像 很害怕 很单心的样子 但是呢 我们也学会自己 保护自己 对我要说 可能跟学生们在一起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对我来说 没什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来自于 第一次的孩子们 都是很好 真的非常优秀 我特别喜欢中国孩子们 他们因为人比较少 我们一年只有不到100个 中国学生过来 我们四年不到400个 所以我几乎每个人都相识 都认识 他们都很优秀 真的非常优秀 很专心 很努力 很上进 很有礼貌 很有教养 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说 你们要感谢父母 对你们这么好的教育 这么优秀的培养 申请BGA有几个 当然除了标划成绩之外 个人承受很重要 个人承受当中 你需要谈到说 你的这个BC教育理念的认同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教育理念 你为什么考BC 你除了讲故事之外 因为那好多是听故事吧 到最后一段 一定要谈到说 因为他这种理念 他这种传承 他的不同传承 对你个人的影响 他们真的很想听 这样的话的 然后我们再回答 除了普通的个人承受之外 还有四个不同的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那问题的序列 是哪一个 但一般是最后一个 就你那座学校的这个 理念认同 你为什么选这个学校 所以他们按照这样的 失落去把它 稍微认识一下 赵生官很喜欢 看到这样的文章 对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 优善的提醒吧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和提问 欢迎后台留言给我们